下面我们可以先在小程序里面去准备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去练习一下微信小程序里面的WXML 先打开开发者工具的编辑 在竖行的诗图里面找到Pages这个目录 先在这个目录的下面去新建一个目录 名字可以叫WXML 然后在这个目录的下面再去新建一个页面 名字可以是WXML 这个开发者工具会给我们创建好页面需要的这几个文件 并且会自动的更新小程序的配置去添加新创建的这个页面 回到编辑器 打开WXML.js 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注册了一个页面 页面的生命周期还有事件的处理也会在这里 页面的试图文件上面用了一个简单的Tags的组件 显示了一个文字内容 再打开这个App.json 在Pages里面已经给我们添加好了刚才新建的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放在这个Pages的最上面 这样的话这个页面会作为这个小程序的首页 再去添加一个标签栏 复制一份 修改一下标签上面的文字是试图 再修改一下标签上面用的小图标 正常状态下这个小图标可以是web.png 激活状态下小图标的名字是web.png 我们可以再去下载一下这两个小图标 在这个拧号icons的github仓库里面 打开微信app 找到web.png还有webactive.png 点下这个download 保存一下这个小图标 把它放在项目的assets icons这个目标的下面 然后再去下载另一个小图标 同样可以把它放在icons的目标的下面 这个标签页面的地址我们需要再去修改一下 是pages 写先wxml下面的wxml这个页面 现在小程序上面打开的就是试图标签 显示的就是wxml这个页面 再简单的修改一下 打开这个页面的试图文件 还有它的主逻辑文件 选中这个js文件 点一下右键 选择splitdown 把它放在这个编辑器的下面 再简单的修改一下 再打开之前我们创建的invent这个页面的试图 复制一下里面的内容 把它粘贴在wxml这个页面的试图文件里面 修改一下这个标题是views 还有一块样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header样式放在全局的样式里面 现在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个新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去练习一下wxml相关的东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